你们在讨论是如果我有多个包怎么办是不是 那不就这样吗 是吧 可以啊 就多个package嘛 对吧 有人说老师我要有一堆包咋办 你一般都是没几个包的对吧 好 那这个别名呢我就讲完了 我们接下来再往看啊 再看 还有啥 是不是有一个叫做类型处理器对吧 好 这个类型处理器呢 它是干嘛的 这个类型处理器呢 它所完成的 将Java类型和GDPC类型进行映射 那么它默认支持哪些类型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够用了 那好 那么我们打开交按 这里边呢 有一些类型你们瞧一下就行了 来打开 是不是我们用到的这些类型 是不是都有对不对 好 这个下去你自己看一下就行了 然后接下来看这个 Mapper的映射 这个是不是需要我们重点来看看了 对吧 好 来 接着往下看 这个是我们要配置我们的Mapper的映射 有人说你这映射是不是就是你的Mapper的插苗啊 不是啊 它没那么简单 你来瞧瞧 它有很多种方法 其中有一个方法咱们是不是用过就是resource对吧 还有一种方法是UIL 我这都有例子 你看是引用的路径下边的 我的磁盘上边是吧 然后再往下看是不是有class对吧 对 它有很多种类型啊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给大家演示一下来看 上面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通过resource来引用我们说的Mapper的映射 那这个Mapper的映射文件 好 下边 再看 它有一个叫做Mapperclass 既然是class 它肯定不是插苗了 是吧 那就通过class来引用什么呢 Mapper的接口 对不对 Mapper接口 其实我们上边在写这个例子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看 Mapper的插苗 Mapper接口 是不是就俩东西 对 那你说现在呢 它通过class来引用这个Mapper接口 那你这里面怎么配呢 你这个class就配置你的Mapper接口的什么呢 全入 就全限定名吧 好 那么这个Mapper接口 我是不是通过它写进去了对吧 好 那么我把它屏蔽 我把它屏蔽 我现在把咱们刚才写的这个接口呢 全限定名考一下 把它拷贝到这里边 这样就行了吗 不行 注意 它需要什么 它需要你的Mapper.xml和你的Mapper.java干嘛 同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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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并且在一个目录中 啥意思呢 看好 看好 这个UserMapper 文件名是不是叫UserMapper 那这个是映射文件 这个UserMapper是不是点加吧 文件名是不是一样 但它俩是在一个目录吗 不在一起 是不是就让它在一起 在一起是不是 那我现在是不是就把它拖进去 是不是就行了 那这样的话它是不是就不需要了 干掉了 我就直接删了 干掉了 好 我把它拖进去之后 这儿是不是得改改了 是不是得改改了 需要改吗 不需要吧 也就是它俩文件名一样 在一个目录 我这儿呢 就可以通过class这种方式来加载了 对不对 那我现在要测怎么测 我就直接运行它 是不是就行 我说的没错吧 直接运行它 是不是就开始加载这个文件 通过class来加载这个Mapper 对吧 然后这个Mapper怎么办 是不是它找到了 与它同名的这个映射文件 对 好 现在我们就运行 如果运行成功 那就是这个class呢 它起着作用了 对不对 对 当然你要是 如果说我把这个class呢 这里边了 给它改错 那它肯定是干嘛的 是找不到的 对不对 它是找不到的 所以说现在呢 我们在开发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些东西是需要我们大家遵循一些开发规范的 比如我们现在说的这个class 是不是遵循开发规范 好 那么我们再想 这个东西我们会了 你别 你不要想了 我马上回家 是看点看点电影 然后呢 就休息睡觉了 下边是不是还有一些高级的东西 同样 这里边 我是不是就可以 也是非常繁琐 对吧 是不是配置多个 对不对 你想我们的DU介绍多吧 所以说这里边 我们就要提供另外一个 叫批量的什么呢 Mapper的配置 好 怎么批量 是不是有个package 好 那也就是 把包配到这 注意看这 然后这里边呢 我们说 通过package 然后进行自动的扫描包下边 Mapper接口 这是接口吧 这个到底是扫描接口 还是扫描映射 扫描Mapper接口 注意 它呢 也要求一些规则 这么多规则怎么记呢 不要担心跟它一样 要求 Mapper的插描和Mapper加碗 同名 在一个目录 我把它屏蔽 我现在再来测 是不是就是那个package 起的作用 对不对 好 没问题 对吧 好 这样的话 我到这 基本上就讲完了这个Mapper的配置 Mapper配置 这几种方式 单个的 批量的 哎 有人说老师 你这种方式怪好用 对吧 这种方式是不是就 我就配一个就行了 那好 也就是这里边 我再跟你说一点 如果将来在这 如果将来和Spring整合后 我们可以使用整合包中提供的Mapper扫描器 那么此处的MapperS不用配置了 也就它也废掉了 好 谢谢大家